現在呢這個北京東奧 大家都知道在2月4號馬上就要登場了 這一回這個俄羅斯總統普丁 將會出席東奧的開幕式 而且呢他會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兩個人會面 這是疫情在爆發之後兩年多之後呢 中俄領導人首次面對面的會晤哦 好他們兩個會談些什麼呢 預料可能會談到烏克蘭的相關議題 還包含了資源共享以及牽制西方等等 不過呢現在這個中俄兩國的領導人 馬上就要會面了 當然對美國來說是蠻緊張的 尤其是近來有這個烏克蘭的問題哦 所以美方很頭痛 但是呢我們來看到的是現在呢 美國總統他已經確定了 這個拜登他已經說了 要增派數千名的美軍到歐洲去 同時這個人數2000人會駐紮在波蘭 還有數千人會部署在北約 大家就很擔心說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動作呢 到底要幹嘛呢 好不過呢 美國國防部已經立刻說了 其實美軍不會在烏克蘭作戰哦 而是所謂要展示他們重視北約的立場 部隊是不會進入烏克蘭的 要讓外界來知道一下 美國將會抵禦任何的侵略 但是說到這個冬奧即將要登場了 可是我們來看到在現在呢 其實美國呢 他們已經呼籲哦 這個去北京參加冬奧的選手 不要把自己的手機帶去 到了當地呢 應該要來使用預付卡會避免手機被駭客入侵 好為什麼會要這樣的說法呢 其實美方沒有進一步的說明 他們只是說有很多的歐洲國家也是採取同樣的立場 但是呢在這個體育賽事登場之前 這回是我國的滑冰選手黃玉婷 他引發了一個爭議哦 因為他日前被大家發現說 他在IGPO一段影片 結果影片裡頭 他穿的這個衣服是大陸的隊服 就引發大家熱烈的討論 不過他也有解釋 他說其實這個衣服呢 是好朋友送給他的 他同時也提到沒有國籍之分 因為運動歸運動 他也說呢 你可以不需要幫我加油 但是一定要記得要幫你想支持的運動員加油 當然這一回黃玉婷呢 他因為穿著這個大陸選手的賽服 引發後續一連串的風波 外界就說 那體育署你要不要把他的資格取消呢 對此體育署副署長林哲侯受訪的時候說 黃玉婷已經親自向團本部道歉了 他確實是敏感度不足啦 但是好像也不至於要把他的這個參賽資格取消 又或者是要對他進行懲處 因此呢 將會請代表團的選手 未來還是要注意一下 個人在社群媒體上的發言 以免會引發很多的批評 但是呢 接下來看到花式滑冰 其實在這個冬奧的比賽項目當中 一直都是備受關注的項目之一 尤其是這個男女搭檔的雙人組合 更是可以同時看到麗與美的結合 大陸選手隨文靜還有韓聰 雖然呢這兩個人在一剛開始不被外界看好 但是他們打破外界對他們的看法 一步步的往上爬 現在已經成為在今年冬奧的奪金熱門人神了 奧熱門項目之一 選手配合著音樂優美的在冰面上跳躍 或是做出高難度旋轉動作 大陸代表隨文靜與韓聰搭檔的雙人組合 是本屆北京冬奧奪金大熱門 因此備受關注 隨文靜和韓聰 綽號聰筒 顧名思義 聰是因為和韓聰的名字同音 但筒和隨文靜有何關聯 說來有些心酸 粉絲們覺得那個時候我以為比較小嘛 然後身材比較圓 像個筒一樣 然後就叫我 叫我筒 因為身材因素 一開始 聰筒組合並沒有被看好 他們2007年開始搭檔 花了兩年時間成為全國冠軍 一改外界對聰筒的印象 2012年更一舉奪得 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 雙人滑冠軍 之後征戰大大小小賽事 幾乎每年都有好成績 世界排名也逐漸上升 不只大陸國內也開始揚名到世界 2017年奪得世錦賽冠軍 之後更打敗其他對手 首次拿到冬奧入場券 參加2018年的平昌冬奧 雖然最後他們以0.43分之差 敗給德國拿下銀牌 但隨文靜和韓聰沒有氣餒 隔年2019年 在六個國際賽中都拿下冠軍 2020年的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中 也奪冠 時隔四年再次踏上冬奧舞台 隨文靜表示 跟上一次相比更能從容應戰 原因來自身邊的人 我們有更多的人來幫助我們 我們有特別好的團隊 然後之前老的 這個之前我們的辯務老師 張薇老師 還有很多康復的人 都來到了我們身邊 共同幫我們去構建起來 這座橋樑 我覺得既然橋已經打好了 我們就往前走吧 路肯定在前方 花式滑冰的音樂選曲 也是比賽中很重要的一環 這一次北京冬奧 隨文靜與韓聰已經先透露 自由華的曲目 將會重新啟用 他們在2017年試錦賽 曾經選過的一首 70年代美國老歌 憂愁和尚的金橋 這首歌描述了守望相助的精神 對於先後經歷過傷勢的兩人來說 這首歌也代表對方 猶如橋樑般支持鼓勵彼此美好的友誼 但老歌重跳需要新元素 兩人與加拿大編舞時重新進行排練 天天練到三更半夜 針對細節煞了不少功夫 我們不想再給裁判員和觀眾們一種 他們只能畫這種感覺的音樂 但是我們同時要把這種感覺的音樂 滑到一個骨子裡 滑到一個升級的感覺 讓大家看到這是全新的他們 是不一樣的 而因為這一次冬奧在主場北京舉辦 兩人也坦言有點壓力 冬奧會還是在北京四一家門口去舉行 我覺得首先也有一些壓力 但是壓力是我們現在推動 我們前進的一些動力 同樣我們也會盡我們最大的能力 和我們現階段最好的水平 然後去迎戰對手 兩人背負著粉絲的期待 準備在這一次北京冬奧大放異彩 藉料碗語綜合報導 北京冬奧在2月4號馬上就要正式開幕了 但是冰湖比賽搶先開打 因為算一算冰湖比賽總共有147場 是本屆冬奧裡頭場次最多的項目 在這場比賽當中呢 大陸的組合范蘇元還有林志 是以7比6打敗瑞士組合取得首勝 而另外呢聖火傳遞已經進行到第二天 一大早呢也是從八達嶺長城出發 完成了延慶賽區之後 將會抵達張家口 走持火炬 象徵奧運精神 北京冬奧聖火傳遞第二天 一早來到延慶 今天的首站是位於北京市 延慶區的八達嶺長城 這個地點也曾是2008年 北京奧運會的火炬傳遞點 十分具有意義 第二天上午聖火會在延慶賽區內傳遞 下午會抵達張家口賽區 最後一天聖火將會回到北京賽區的 怡和園以及奧林匹克森林公園 進行併環內的傳遞 最後在冬奧開幕式上 點燃這把榮耀之火 第255磅火炬手 是一台水陸兩棲機器人 之後水陸兩棲機器人 和第256磅變結構機器人 在水下實現精準對接點火 冬奧火炬的傳遞中 最特別的就是兩台機器人的火炬接力 這也是奧運史上首次 以機器人進行水下火炬接力 也彰顯了奧運和科技創新的結合 這就是奧運史上首次的記憶 我們將會在世界上的記憶 希望我們將會在這六七年內的工作 前NBA球星姚明也是這次火炬傳遞手之一 這是姚明第三次傳遞聖火 他排在第19棒成為在夏季和冬季奧運會傳過聖火的雙奧火炬手 而第一棒火炬手羅志煥今年已經81歲 是大陸首位獲得冬季項目世界冠軍的選手 中國隊憑藩蘇源最後一致 以7比6戰勝對手迎來開門紅 聖火將會在4號抵達冬奧開幕式 雖然冬奧還沒正式開幕 但冰湖比賽已經搶先在冰立方開賽 2月2號由目前世界排名第6的 大陸冰湖混雙組合林志和范蘇源 對上上一屆冬奧的亞軍瑞士隊 林志和范蘇源一開賽就領先 雖然一度遭到反超 但最後穩住氣勢以7比6顯勝 被形容是取得了開門紅 象徵旗開得勝 記者劉嘉宇報導 而現在呢 位在張家口的直升機救援基地 也已經準備秀序了 為了確保能夠在黃金時間之內 順利把傷患送達到1月 基地裡頭呢 設有保溫的機庫 讓直升機能夠在第一時間就可以啟動 而連接東奧三個賽區的金章高鐵 列車上也是有新的科技 搭載的是5G的網路 具有直播功能的超高清攝影棚 讓各國的媒體就算在列車上頭 也能夠第一時間把最新的消息傳達給觀眾 北京冬奧即將開幕 張家口賽區的直升機救援基地 也進入賽事保障階段 為了確保直升機在賽事期間能夠快速啟動 並在5分鐘內到達現場 15分鐘內完成救援 基地裡設有保溫機庫 能讓直升機不用熱機 就可以快速啟動 冬天張家口賽區比較寒冷 有了保溫機庫以後會 它的溫度平時在0度以上 有救援任務說把飛機拖到停機坪上以後 直接開車 就不需要很長的一個時間 就是為了加快救援的一個進度 由於張家口的比賽項目 以跳台滑雪及單板滑雪為主 救護車較難抵達 直升機除了可以在不影響雪道狀態下 投放救生員到地面 把傷患拉回艙內之外 直升機裡也備有呼吸機監護儀等設備 相當於空中ICU 可以先做基本的處置 與普通的救護車相比 直升機的速度也快了3到5倍 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從航程上來說 目前我們直升機救援基地 到雲頂場管群是4分鐘 到補陽樹場管群是5分鐘 從這兩個場管群到定點醫院是8分鐘 我們已經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24小時嚴陣以待為冬奧會做好保障 由於北京冬奧分為三大賽區 為了協助選手工作人員與記者們 方便在北京延慶與張家口三個地點移動 北京當局也特地規劃了冬奧專用列車 在京章高鐵上 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相關單位 創新建設的5G超高清演播室 已經正式運行 也充分展現了科技冬奧的魅力 列車不但設置了全球第一個 具有直播功能的超高清攝影棚 能及時轉播節目 還設置5G網路 讓各國媒體能在路途中工作 車廂內配備5G網路 方便記者們在路途中也能完成工作 參把頂部的燈光呈現出五環的標誌 琳琅滿目的冬奧特許商品 和奧運主題相應成輝相得益彰 東奧列車從1月21號起到3月16號為止 共營運55天 連接北京的清河站到延慶張家口的太子城從里等站 最高時速350公里 最多只要65分鐘就可抵達 而且號稱全自動駕駛 讓各國選手以及參加東奧的人士都躍躍欲失 記者廖萬宇報導 好 央視的春晚今年有蕭敬騰還有張韶涵 不過有PTT網友發文說 怎麼會看到秀惠姐也出現在大陸呢 而且還唱滴答滴耶 好 她附上好多張的這個表演照片 結果大家仔細一看 不是楊秀惠啦 她是知名歌手李文 好 網友呢立刻笑翻了 還說超級無敵像耶 還叫秀惠姐來高歌一曲 而這個貼文呢 也立刻調出了楊秀惠本人親自回應哦 她說我怎麼會跟這麼多人都撞臉啊 那麼我要來唱一首歌囉